从本科求学到教书育人 军旅27载 他将青春留在了美丽校园 从传统授课到网络教学 从师15年 他将理想倾注于三池讲台 军旅人生即将为年播出 刘波三池讲台写真情 我叫刘波 1973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 现任博房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我的父母都是有着 四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 我也很自然地沿着他们的足迹 走上着光荣的三池讲台 父母曾经问到我 何为教书育人 直到积累了15年 占讲台的经验以后 我才逐渐领会到 教书是传授学生知识和技能 而育人更需要 以自己的道德行为 来潜移默化地言传身教 引导学生实现人生的价值和追求 两个词 两种境界 韩玉曾说到 诗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随着网络技术和应用的不断发达 可以让我们逐步脱离传统的教编和黑板 把授课的教室日益向前延伸 牧客 在国防科大还有个更接地气的名字 叫做梦客 承转发达 承载学习梦想的课堂 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接触到来自于祖国边防海岛的求学子弟兵 能感受到基层部队战友们强烈的求知欲 为他们做出最完美的课程 让每一名官兵都能有学习收获 这就是梦客 独立寒丘 湘江北去 在橘子舟头 体会着革命前辈的伟大抱负 在岳路书院 感悟着唯处有才的浓厚学习氛围 在国防科大 迎接着每一天蓬勃升起的朝阳 做完美的自己 你也可以 网络现在已经渐渐成为人们 快速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为一所涵盖理学 工学 军事学 管理学等十大学科门类的重点院校 国防科技大学 如今也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开设了一种大规模开放性的在线课程 木课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刘波 就是一个在木课团队当中 有着五万多粉丝的人气网红 那么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绝活 能够引起网络上这么多人的关注呢 我们现在就带您去一探究竟 今天刘波将要迎来一堂特殊的课程 为此他特意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了教室 从化妆到着装 每一个细节 刘波都做得一丝布告 对他来说 这一切体现出的正是对工作的高度尊重 木课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型教学方式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学习 并且可以与教师进行互动交流 这个MOC 这个四个英文词 这个词汇是四个英文单词 就是massive 大规模 open 开放 online 在线 cost 课程 这四个英文单词 词头 产生了一个新词 MOC 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木课 对于网络讲台 刘波早已经不再陌生 但是对于这种全新的教学方式 他一开始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在经过无数次尝试之后 才渐渐成为拥有五万多名学子的网络红人 其实这种切而不舍 追求完美的态度 在刘波身上 已经是一种常态 1990年 刘波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997年 硕士毕业后 刘波选择了留校任教 那是2000年 刚刚从事教学工作的刘波 就接到了一个挑战 网络上的病毒像是躲在黑影里的触手 不停地在寻找机会 威胁我们的网络安全 如何能更有效地防止这种侵害 就成为了刘波所在团队的公关目标 那么这些数据在网络上的流动 就像我们江河里头的水一样在流动 但是就和我们江河里的水一样 它是带有杂质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准确地 从这些水当中 把这些脏东西 我们依靠某种用霸拦住 先拦住这个水 把它这些脏东西拿掉之后 让这水正常地流动以后 我们饮用到的或者使用到的 都是干净水 刘波根据江河中的蓄水大坝展开大胆想象 能否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 构建这样一个病毒的拦截装置 就像大坝过滤杂质一样 过滤病毒呢 开始时这一切还只是设想 因为国际上还没有过这类先例 留给刘波他们的工作 任重道远 不管是吃饭啊 还是在临睡前啊 脑海里头都是一遍又一遍地 去回忆着每一个的关键的环节 但是呢 又找不到 就像这种临门一角 找不到突破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看谁都不顺眼 看什么事情都不顺心 经常的发脾气 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那段时间里 刘波陷入了无休止的困境 科研公关 极无进展 为了能不拖团队的后腿 刘波甚至做好了让衔的准备 幸运的是 刘慧走进了刘波的世界 而跨县桥也见证了刘波 收获爱情的全过程 下面呢 就是著名的京广县 大动脉 这条大动脉 把我们的校园 分成了南北两个园区 这可能在全国的校园当中呢 都是独一家 很多科大的小朋友 在天气好的时候呢 会在桥上呢 去看下面的火车的经过 这成为了国防科大的一景 刘波的宿舍在桥的这边 刘慧的寝室在桥的另一边 相互吸引的两个人 便经常相约在桥上碰面 然后在一起走进实验室 别人谈恋爱的话 可能就会去校园里逛一逛 到旁边的烈士公园 去玩一下 然后我们俩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起 就是到机房去 一起去上机 其实也很多乐趣的 就是你把这个程序 调出来了以后 就是这种乐趣 把老师的 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 其实这种乐趣也很多 我觉得一点也不亚于 出去去划个船啊什么的 没有花钱月下 不用山盲海事 在机房互相鼓励 为彼此寻找程序上的错误 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浪漫 2002年 这对相恋的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此后刘波的科研路上 多了一位亲密的伙伴 婚后两个人把蜜月 放在了学校的机房和会议室里 为了给刘波补身体 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刘慧 练出了一手好厨艺 我的厨艺真的是 现在已经练出来了 像以前的话 我真的是不会做什么菜的 但是现在我可以做 比如说卤牛肉啦 红烧肉啊 像什么鱼啊 清蒸的鱼啊 黄焖的鱼啊 我觉得都可以 爱人的支持和鼓励 让刘波重新焕发斗志 就这样 团队经过数年的拼搏攻关 这套防护系统 在经过无数次的严格测试之后 成为保护网络安全的 一道可靠壁垒 2008年 对于刘波来说是收获的一年 他和妻子的爱情结晶 刘晨宇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也是在这个时候 刘波刻演攻关的成果 也陆续获得国家和军队的科技进步奖励 这个呢 就是我和我夫人爱情的结晶 在她出生没有多久的时候呢 我们一起照了这张全家福 这个呢 是我们科研团队获奖的一个证明 可以说 它是我们整个团队 努力攻关的这样的一个结晶 这两个宝贝对于刘波来说 是一个记忆的开关 打开它 便能回到追求完美的过往时光 我叫刘波 1973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 现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谭玉曾说到 诗者说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随着网络技术和应用的 不断发达 可以让我们逐步脱离 传统的教编和黑板 把授课的教室日益向前延伸 慕客 在国防科大 还有个更接地气的名字 叫做梦客 承载学习梦想的课堂 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接触到来自于 祖国边防海岛的求学子力兵 能感受到基层部队 战友们强烈的求知欲 为他们做出最完美的课程 让每一名官兵都能有学习收获 这就是梦客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在橘子周头 体会着革命前辈的伟大抱负 在岳路书院 感悟着围处有才的浓厚学习氛围 在国防科大 迎接着每一天 蓬勃升起的朝阳 军旅人生正在播出 刘波三尺讲台写真情 2003年 刘波成为国防科大的博士生 主攻计算机安全专业 在经过了四年的紧张学习之后 他已优秀的成绩毕业 这时呢 军内的很多科研院所 向他发出了邀请 可是呢 都被刘波婉拒了 因为在他的心里 三尺讲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 清晨六点 烟雨朦胧的国防科大 在火车的气底声中醒来 和很多早起的工作者一样 刘波也是这个城市 最早上班的那一批人 马上11月份 就进入到研究生的毕业季了 我们团队当中呢 也有五六位同学 要提交论文进行答辩 那么他们的论文 我得好好的审一下 那么跟他们多进行探讨和推敲 帮助他们能够以最优质的论文呢 来提交给专家进行评阅 尽管每天都十分忙碌 但能看到学生交出一份 尽善尽美的毕业论文 以优异的成绩 从国防科大毕业 奔赴部队最需要他们的岗位 这是刘波作为研究生导师的最大心愿 内心还是一个比较自信的 什么事情呢 只要去从事 或者说只要是去做的话 都希望能够尽自己120%的努力 把它做到最优 不留遗憾 这是刘波常说的一句话 也是他的一贯作风 2013年 刘波成为国防科大 木克团队中的第一批教师 对于他来说 执教这么多年来 面对空荡荡的演播式讲课 却还是第一次 第三 我的建筑 比如说 每一个木克学习的视频 都是一个知识点 时间不长 五到十分钟 是一个学习者 一个注意力 周期的 这个一个时间长度 他可以专注地 学习完这个五到十分钟 一个知识概念 这个和互联网上 视频的观看习惯 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录制着短短 五分钟的一节课 却让刘波吃尽了苦头 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突然开始录 他会 他会比 就是 花费更多的力气 因为他会 很多地方 他一口气 他讲不下来 然后他经常就是 讲的嗓子都哑了 然后回到家 然后就 摊在沙发上 就是 任何人跟他说话 他都不搭理 然后只有小朋友 跟他说话 他才微笑一下 炎热的夏季 在封闭空间里 一次 两次 甚至几十次的反复试驾 每一次的录制 只要稍微出现 些许瑕疵 刘波都会精益求精地 重新再来 因为他想将最完美的效果 呈现给选课的同学们 每次录完之后 他都到后台 仔细去看这个录的 这么一些视频 剪辑 积极地参与这些过程 而且对自己的要求 非常的高 有时候课 就是整体感觉效果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可能他发现 一个个别的细节 就要求这个重录 就是对这个课程 要求是非常的高 就是一个非常追求 这个完美 甚至是极致完美的 这么一个做法 就这样短短五分钟的 木课课程 反复录制了上百次 当刘伯录制的 网络安全保密基础知识 一上线 并在全军各试点单位 掀起了学习的热潮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选修的人数就突破了万人 但各种提问 也如雪片般分支塌来 实际上这些问题 绝大部分是来自于 我们边海防野战部队的 基层官兵 这样的一种方式 也成为我们基层官兵 和高校老师 进行沟通和交流的 一个全新的一个途径 在与同学们的交流过程中 刘伯渐渐发现 很多人听不懂 自己讲课的内容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也是因为 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 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是 我们高等教育当中 所接触到的本科生 研究生和博士生 那么可能在开始的 内容的设计和内容的 讲述上面 会更倾向于他们 但是可能 我们的这些内容 对于一些我们基层的官兵来说 可能对于他的学习来说 或者对于他来理解来说 并不是很容易来掌握 从这以后 刘伯在录制课程的时候 就会特意把一些比较专业抽象的内容 比喻成我们身边的场景或者事物 深入浅出 达到符合多种人群的需求 那么刘伯教授开设这个木合课程以来 从当时他开设这个课程 注册最开始就一万多名学生 到两年多下来以后 目前是累积到了五万多名学生 那么按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折算 就相当于他把这个 我们相关的培养能力 扩大到了二十到三十倍 面对困难 刘伯总是想尽办法力求完美 现在这种信念 也慢慢地传递给了女儿 如今刘晨宇已经九岁了 现在国防科大副小读小学四年级 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人 然后我们小孩 比如说一年级的时候 刚上学 我就觉得他只要写对了就可以了 但是他就不行 他就不让我管小孩的学习 他说我的要求太低了 他就要求他不仅要写对 字还要写得漂亮 还要写得工整 尽管给学生上课 带领团队课研公关 占据了刘伯生活中的大部分世界 但是只要看到女儿 能够陪伴他一起快乐地夺创成长 并能洗去他一身的疲惫 那么现在呢 有着幸福的家庭 那么在国防科大这样的一个集体当中 我和老师和我的同学和我的朋友们一起 有自己的感兴趣的教书 语人科研这样的一份工作 生活工作的中心 实际上都是打上了国防科大这样的一个标签 国防科大校园的火车依旧繁忙 在这气体声中 留下了属于刘伯的一份记忆 27年军旅生涯 刘伯在这里收获了爱情 15载授课时光 他也收获了自己的事业 三次讲台成就了他圆梦的舞台 诚实 勤奋 进取 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尽情驰骋 在刘伯的指导和培养下 从2005年开始 先后有40多位学员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 他们当中的有的去了基层单位从事指挥工作 有的去了科研院所 为国防科技事业继续奋斗 尽管身处不同的工作岗位 但是他们都从刘伯的身上学到了同一种精神 那就是努力创新 追求完美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红色精神的军旅歌手 刘紫棋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她是家喻户晓的兵妹妹 却在出路锋芒时重返校园 七年沉淀 她如何走上音乐创作之路 她是为歌痴狂的文艺战士 为新作品重走长征路 红色歌曲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军旅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刘紫棋 我把故事传给你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